我們蜜汁的牛肉切成塊狀 方便選手送進嘴裡 以普渡型補給站爆紅的田中馬拉松 十二日即將登場 宛如大型buffet現場 全來自熱情鄉親自發性贊助 選手奔馳在倒浪中 美食香隨之撲筆而來 田中馬拉松 勇奪馬拉松借人氣冠軍 待望鄰近會場一公里外的旅店 二十間房秒殺 今年三萬多人報名電腦抽籤 全馬抽中兩千八百一十四人 半馬六千兩百六十二人 總人數一萬七千兩百四十四人 光報名費近賬估一千九百多萬元 中籤率不到五成 光志工就有八千人 日本的參訪團特別組團 過來跑我們田中馬 泰國跟馬來西亞也相當的多 那港澳選手本來就是大中 在前先辦志工馬拉松 為選手探路 連藝人任賢旗也幫忙宣傳 農農人情味的田中馬拉松 一起來吧 比賽前一日更要舉辦選手之夜 找來董事長樂團助陣 因田中馬而生的文創小物 小袋田中米 小抱枕 能量麵包 水壺都具有濃濃的田中味 彰化線入秋後進入馬拉松旺季 連續五個星期日在不同地點 都有馬拉松賽事 三天新聞林偉智SV小組 帳號報導 槍聲音響 跑者陸續出發 馬拉松路跑能挑戰自我 受到不少民眾喜愛 根據統計2022年 全台一年舉辦的馬拉松路跑活動 多達五百多場 遇上忘記 甚至一週就有二十幾場活動登場 馬拉松路跑大概都是集中在 秋冬跟春天為主 馬拉松來講 其實報名費大概在一千到一千五左右 那半碼大概可能在八九百到一千二左右 如果說有聯名或者是說 他的紀念品價值比較高的 他當然相對來講 報名費又會再增加上去 但馬拉松路跑活動多 競爭也相對激烈 報名附贈的紀念品也至關重要 有些跑者他已經踩過 非常多的馬拉松路跑賽事 所以其實他們也會去慎選活動 然後還有就是你的紀念品的價值 或是紀念品設計的一個質感等等 跑者最在意的玩賽獎牌 設計上可不能馬虎 全彩的 這是最新的技術 透明的琉璃材質 就跟以往的一般的路跑活動的獎牌 比較不一樣 附贈的T恤 毛巾同樣有各種材質 依據活動性質季節有所不同 在比較炎熱的天氣舉辦的時候 就會用這種質量感 他吸了水之後他會降溫 承辦廠商透露 馬拉松路跑活動的預算 根據活動規模不同 從數百萬元到數千萬元都有 承辦廠商的毛利率 大約落在百分之五到二十之間 但淨利率會受報名人數影響 因此部分活動也會推出加購商品 設計出一些衍生性的商品 然後讓選手去做加購 那可能可以提高 每個人報名的一個客單價這樣 除了傳統的全馬半馬 現在也有不少短程距離路跑 吸引更多民眾參與 體驗路跑樂趣 也讓台灣的馬拉松路跑商機持續成長 台中報導